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要来采收我们的绿色蔬菜 韭菜啦 这个韭菜呢 算是常年性的这个蔬菜 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你一种下去 大概一年可以采收个八九次以上 这样子的韭菜呢 被称作撞羊草 起羊草 所以呢 出家人啊 吃树的人啊 通常是不太吃它 因为它有浓郁的气味 这样子的有挥发性的这种 精油跟硫化物呢 其实呢 它是一个很棒的植物 可以降胆固存降血脂 它营养丰富呢 有蛋白质 维生素B啊 C啊 然后还有胡萝卜素 矿物质 还钙质丰富呢 所以呢 很适合呢 大大小小都来吃 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而且这个韭菜呢 很棒的地方是 绿色的部分就是韭菜 如果遮阳了 不让它晒太阳 它就是 呃 就是可以气味比较温和的 这个韭黄 等到八九月以后呢 它成熟了 开花了呢 就变成韭菜花 那又是另外一种料理 韭菜花呢 就可以拿来做炒肉末 做苍蝇头 是最下饭的 炒一盘苍蝇头 可以吃好几碗饭呢 这个韭菜呢 就是因为它气味很 呃 就是很浓 所以通常小朋友比较不吃 那就可以让孩子们吃韭黄啦 包水饺啊 韭菜也可以包水饺啊 煮汤啊 煮面啊 都是很棒的 这个营养丰富呢 的绿色蔬菜啊 它其实就是因为 它含有丰富的 类黄童花青素 所以对视力 对健康 对牙齿 对骨骼都很棒 所以呢 可以让孩子多吃 想办法让他切细末的 如果呢 像我这样子的种植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 很棒的 可以驱虫的 这个植物 因为它有丰富的 这个 这个味道 其实呢 我们在买韭菜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像 像我自己种的韭菜 你看看 这样子 呃 肥厚 然后 它又 坚挺 你在买韭菜的时候 就必须是买这样子的韭菜 我剪下来给大家看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韭菜呢 其实它的成长非常快速 你今天剪明天 它就探头了 就非常快速的成长 你看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韭菜 这个就是我们的韭菜 非常漂亮 非常可爱 你看看 你看看 像韭菜 你买韭菜的时候呢 就是要买像这样子 很坚挺的韭菜 然后又宽又肺又厚实的韭菜 这样的韭菜呢 它的味道啊 营养啊 才是丰富的 然后 如果你买韭菜 当然是要白的比较多 就是因为它没有晒太阳 所以就 黄黄白白的嘛 那如果是韭菜花呢 一定记得韭菜花不要开花 开花就 那个 净感就老掉了 所以我们买韭菜花的时候 是 它必须是韩包的时候 韩包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的韭菜啦 你知道有一首 有一个铜鸟是这么 叶的炒米香 里的炒骨菜 三个香香滚的炒米粉 还有一首叫大孤大 炒骨菜 小小一碗来 淹淹花 没爱 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 韭菜要热热的吃 才会吃得到它香香的 最美妙的风味 这就是我们韭菜啦 我们今天又要丰收了 我又要来做水饺 抗疫期间 宅在家做什么 做料理 做好吃的料理 今天又要来做水饺咯 这就是我们的韭菜 在九月的时候可以去看韭菜花田 如果是这附近 北部呢 在大西南部 好像在彰化的样子 所以去可以看看韭菜花田 韭菜花 也是非常美丽哦 一朵一朵小小的小白花 一整片花海 那就是雪白啦 非常漂亮啦 这就是我们很棒的 长年性的这个蔬菜 Good 我们修剪都是把它剪到底哦 其实它一贴呢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碳出头来了 所以你看看我们修剪起来的 你看不到它 整个地面上全部都是空空平平 可是隔天你就可以看住它 已经碳出头来了哦 瞧 只剩下杂草 但是你到了下午 搬完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它很快碳出头 瞧瞧 这就是我们剪下来的 你看 一大把 再说完成了 美妙的这个韭菜 我们就 squeezed了 韩人 我们就把碳出转呢 在皆解释了 哪有那么哭 那就吃了 那你很快 好,我們現在看得到了幾乎都是菜 好,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攪拌 這個先拿起來 今天的肉沒有到兩斤 一斤十二兩左右 然後因為韭菜比較多一點 還有高麗菜 所以你看得到幾乎都是菜的感覺 然後最方便的方式呢 我們就是用這樣 像會洗衣服一樣 把肉啊菜啊全部都攪在一起 然後我裡頭放了有一些薑 老薑 一起下去攪一攪 對,然後我就放了一點鹽巴 鹽巴 鹽巴 六三十八,大概十八克 應該是十五 十五至十八克左右 不喜歡太鹹啊 好啦,你看看這樣子就很美妙吧 那塑膠袋塑料都是很環保啊 可是這就是買絞肉的時候 剖的塑膠袋 所以我通常的方式就是用這樣子 直接來攪拌 然後如果你們喜歡吃胡椒啊 都是辣一點都可以加 都可以加 也可以加不同的香料 它都會有不同的口味 加薑黃 像我上一次就有加薑黃 那上一次我就不再加薑黃 好,我們攪拌好 就把它全部倒在這個鍋子裡面 然後先放冰箱 好,一鍋滿滿的 好 一鍋滿滿的 好 然後我們等晚一點 冰箱放個一兩個小時都OK 好啦,我們的水餃 現做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韭菜加高麩菜 完成啦 旁邊 在這裡 那這個是幾個 旁邊 現在我們也沒有 出零